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大觉醒 今天现场为您邀请的来宾是分析师林幸福 幸福好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盘面上的大量股 包括了台积电 国聚 大同 华兴科 还有元大 护生三百 正二 先来看到目前股价上涨的国聚 认购全正当中成交金额最大的是国聚凯基 而华兴科的认购全正成交金额最大的是华兴科国票 元大护生三百正二的认购全正成交金额最大的是护生三百正二凯基 而目前股价下跌的台积电认售全正成交金额最大的是台积电元大 大同认售全正成交金额最大的则是在大同国泰 我们接下来就来请教幸福看一下今天的盘式 今天加成指数是下跌的 但是可以看到贵买指数相对是活跃的 逆势目前上扬了0.3个百分点 外资放假去现在是不是内资在控盘 而且是不是操作多的一个方向在控盘 未来你怎么来看像是一些投信内资操作的标的 是不是可以当作参考呢 是的没错 我想这礼拜开始连续就是圣诞节还有这个元旦新年的假期 那这个当然其实也是国外 不管是美国或欧洲最重要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 所以你可以发现台股今天在加全指数的部分 量算今天是礼拜一是正常交易日 不过今天的预估量是700亿不到的 到目前为止成交量是才不到400亿 388亿 所以其实普遍今天中大型的股票是比较没有表现的 不过在内资的部分来说的话 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的交易日 我想经过了10月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回跌之后 我想在最后一个月 甚至是本周最后一周 不管是这个投信或一些内资法人 还是积极的想要找一些股票来做账结账 希望在年底这个所谓年终结算之前 还是能够帮自己再多争取一些年终奖金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到底这个内资的部分在买什么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比如说我们来看今天帮大家整理一张表 过去三天这个投信是净买超的 然后呢 一样是用股价净值笔来帮大家做排序 包括像景硕 南电 台肥 阳智 贯德 这边紫色的字 这边是目前股价净值比还不到一倍的 那我记得上礼拜五一样这个时间 我们是跟大家在认购全资的部分 有特别去提到这个2376的技嘉 我们来看一下技嘉他今天的走势 其实技嘉目前是大涨大概8个多percent 其实也是短创大概近一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那上礼拜五你仔细去看 上礼拜五刚好是底部低跟爆量 那那个时候计较我们就跟大家报告说 他底部爆出了近三个月最大的量 而且呢他当时呢也是什么 股价净值比还不到一倍 股价净值比还不到一倍 而且纳入了什么 高股息指数 那高股息呢其实简单来说 他就是一档ETF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发现 为什么这个投信在这几天 突然大买7379张 主要呢是一个被动式的买盘来做推升 刚好股价的位阶也够低 不过因为两天大涨 所以今天又快涨停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急着去追 这种今天大涨的股票 因为其实技嘉的股本也不算小 但是呢底部的形态确实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已经做出来 可以把它纳为你的这个 如果前两天我们礼拜五在介绍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去 刚好第一时间有卡位的话 我想这个时候你也不急着再追 所以已经涨了八九个percent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我再提一下 礼拜六我们是补上班 我们还提了一档个股 321的顺达 顺达虽然说这两天投信没买 但是你可以发现 他的股价呢 其实今天也慢慢飘起来 为什么 一样是股价净值比不到一倍 因为他的每股净值大概是45.6 那礼拜六跟大家报告过 他的EPS呢 今年应该是有机会来到4块7以上 所以他也是一档 股净比不到一倍 然后呢 本益比不到十倍的公司 所以你可以发现 虽然这两天盘大盘是比较弱的 可是呢 这些基本面比较好的成长型的 然后呢 位阶 我要讲位阶比较低的 不管是股价跌升 或者说股净比不到一倍 或者说本益比比较低的这些个股 其实呢 你可以发现在最近大盘震荡的过程里面 其实股价相对强 甚至还会吸引法人的一个买盘 就像我们刚刚上礼拜 我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技嘉的部分 OK 那当然 过去的这两天 有些已经都涨过了 我们来看一档 今天才慢慢开始上来 是这个3189紧缩 就是我们刚刚 在这张图里面 目前呢 股净比是最低的 大概是0.8倍不到 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的形态 他其实股价呢 在大概12月中的时候 有短创52.2的新高 短线的新高 然后呢 股价就顺势做了一个拉回 跟着大盘顺势做了 因为你可以发现 他在当天 52.2的高点的时候 他爆出了一个大量 然后呢 收了一根的长黑K棒 那通常 爆大量收长黑K呢 代表他股价短线要进入整理 可是你可以发现 这条是季线 季线呢 他曾经在上礼拜 有短线的跌破 应该是礼拜五的时候 那天因为大盘比较不好 短线有跌破 可是当天 他居然就收上来了 当天就收上 而且呢 你可以发现 这一波呢 主要呢 景硕呢 算是投信索马的标的之一 你可以发现 他从11月底 12月初 开始一路买买买买买 中间呢 只小卖过一天 只小卖过一天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 投信的持股比例呢 是来到了 大概 我们这个资料 是从11月份开始抓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投信 针对景硕的持股 大概是近两个月的一个新高 持股比例是近两个月的新高 那刚好股价也经过拉回 所以有时候 股价短线几早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做一个过度的追价 但是呢 如果说 刚好呢 股价有跟着大盘顺势做个拉回 然后呢 你去观察 如果反而筹码没有出现 这个明显的松动的话 其实有时候 拉回 我觉得反而是买点 搭配我刚刚讲的 基期要够低 像景硕呢 他以礼拜六的这个收盘价来看的话 他的股价比是只有0.74倍 连0.8倍都不到 算蛮低的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相关的这个所谓 权证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一档 是由元大所发行的 032217 这一档这个景硕的 这个认购的一个权证 我们看一下他条件的设计 旅约价大概是55 些微价外大概15% 那买盘的这个影 波大概是66% 发行量是15000张 目前在外流通比例 大概接近3.7% 所以你可以发现 虽然说上个礼拜 这个我们看美股 确实表现得非常肃杀 单周的一个跌幅 甚至创下近十年以来的 这个最大单周的一个跌幅 可是你可以发现 因为台股呢 我们10月份是 也修正了蛮多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其实在现阶段 有些个股 或许它从高点 今年的高点回头来算的话 它可能已经修正了 5层6层甚至7层 那如果说在低档区呢 基本面呢是 已经没有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其实短线的反弹 也是可以留意的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 最近是几家欢了几家筹 虽然说个股的表现上 有些还在短线往上冲 但是有今天呢 这个外资点名 这个看比较保守的 比如说像今天李洋 他有提到 九层客户 看空这个半导体 特别是这边 虽然字比较小 细晶圆 看空细晶圆 罕卖环球清台胜科等指标股 所以你可以发现 虽然今天呢 这个指数是在 平盘附近震荡 但是呢 其实今天矽晶圆相关的股票 都是比较弱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 5483的这个中美金的部分 中美金你可以发现 它目前大概已经跌了 大概5.5个percent 接近6%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从这个 中美金的一个投信 我们一样看投信 你可以发现 其实在经过了 11月份的反弹之后 其实进入12月份 投信针对中美金 其实是已经 卖超多余买超 连续中间其实卖了 当然最高这个点位 是没有人知道说 它刚好是最高 但是呢 如果说你在中间 随时想要 抢这个短线的反弹 其实你可以发现 中间的投信是一直在减码 所以你抢这个反弹的话 其实 我个人认为 其实是 就是比较算是 迎面比较小的一个情况 因为 第一个筹码不好 特别是法人 在调节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看它今天 盘中我刚刚看 抓图的时候 最低是到59.8 反而是创了波段的新低 而且你看 从12月初 现在才12月还没结束 从90块 我们就取整数好了 90跌到60 你看它波段跌很深吧 再短短一个月 90变60 已经波段跌掉三成了 那其实你去看 像中美金的融资 最近其实还是 有陆陆续续在增加 所以大家都是习惯去抢那个什么 跌破的或说跌深的 然后呢 希望呢 抢一个短线的反弹 但是其实这个 如果你没有搭配筹码来看的话 往往 我们常常讲 想要抢个帽子 却不小心抢到袜子 反而呢 是可能 短线形成套牢的情况 那如果说你这个套牢的情况 可能还没有卖的话 那我们是建议 还是要运用一些 这个市场上的一个避险工具 比如说像是 认售的一个权证 就是呢 针对相关的个股 如果短线走势呢 因为法律的调节 走得比较弱的话 那也可以适度的用认售权证 来进行避险 那今天呢 中美金的认售呢 跟大家报告一讲 是由统一所发行的 71456P 这一档的一个认售权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条件是怎么设计的 旅约价呢 大概是在60.3 那呈现了价内 大概0.5个percent 那买盘的这个影波 大概是93.5 发行量呢 大概是1万张 流通债比例大概是2.5个percent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 近期来看的话 当然 全球的这个股市呢 动荡都非常的大 那台股的部分 目前指数呢 也是在低档这边 在9600点 这附近来回去区间做震荡 虽然没有进一步呢 随着这个美股 去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呢 个股 这个差异性非常的大 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像今年上半年涨很多的 这些所谓涨价题材 不管是被动元件 矽晶元 甚至包括像是记忆体族群 你可以发现其实进入12月份之后 在经过11月份的反弹之后 其实12月份他们的一个走势相对比较弱 甚至我们刚刚看到矽晶元的部分 中美金从90 短短不到一个月修正到60 波段已经回档了三成 回档了三成 那其实如果这个你是有 有这个高档买到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会觉得 哇怎么12月份的这个行情是 这么样子的不好 但其实大盘是没有回很多的 大盘没有回很多 所以个股的部分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从位阶低的 就我们刚刚最前面给大家 看的那张表 如果说 它是股价净值比不到一倍的 然后呢 近期呢 法人又有开始 低档去做一个回补的话 其实这些个股 虽然说不一定买了 它马上就飙出去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这些个股 目前在 法人买盘的一个 这个 触勇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短线上来讲 它就比较不容易突然就给你杀一根 5% 6% 甚至直接杀到跌停 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有撑的 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 也是投信近几个 假日有买超4721的美奇马 今天股价是跳空开高 不过现在似乎出现一点点下压的力道 这个幸福怎么观察 其实最近来看的话 电池的这个部分 其实还蛮强的 不管像是4721的美奇马 4736的这个康普 等等 因为其实你可以发现 包括像是 这个6121的这个新普 或者说像3625的西盛 其实他们的11月份营收 都缴出了历史新高 所以其实相关的个股 你可以发现 如果它族群性越强 比如说像是锂电池这一块 它族群性越强的话 相对来说 这个族群就比较容易吸收 吸收到所谓资金 比较关爱的衍生 所以我认为 在锂电池这一块 搭配这个电动车 其实虽然说 近期美股表现不好 但是TESLA的股价 也算是相对是支撑性比较强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从国际股市涨什么族群 涨什么股票 其实回过头来看台股的话 相关的个股 其实如果美股 它那一档表现比较好 台股相关的 不管是供应链 或相关集财的这些个股 也会表现的相对 在动荡的时候 比较抗跌 甚至逆势创高 好 谢谢幸福的全镇观察 提醒观众朋友 全镇是高杠杆的投资商品 有机会在短期间 获得极高的报酬 或者是蒙受权利经损失 购买之前 要先了解相关的风险 还有详阅公开说明书 可以多多利用 券商的试算 保障自己的权益 也祝您操作顺利了 而盘面上更多观察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